来到花莲旅游顺着蜿蜒山壁前行 路上还有重机骑士擦肩而过 没想到下一秒 警报声大响强阵来袭 才过短短10秒 巨石已经不断落下 烟雾弥漫乘客吓坏 创今晚如时间末日 好在车内所有人都没有大碍 但刚刚的骑士呢 影片疯传众所关心 现在重机骑士身份也曝光 原来他是天想派出所的周姓远景 直完夜班回家碰上强阵 赶紧躲到民隧道内 鬼门关前走一遭 地震当下通讯全毁 周姓远景眼看情况不对 也无法继续骑车 干脆把机车留在隧道 徒步走回派出所 同人见到他后 终于放下行中大时 他也重回港上 直援救灾 强阵重创天翔地区 连外道路中断 俨然成为孤岛 六百多名人员受困 天翔派出所跟宝西总队 仍住守山区 除了安抚民心 也协助救援疏散 而特搜队则派潜直升机 到场援助 英勇远景无所畏惧 留在原地守护灾民 即使自己的办公室 也有无品被震歪 还是不顾一切 奔向前线 成为天象受困者心中的 超级英雄 华世新闻赵英居 领红杰许听论 华联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颖童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 YouTube频道